在马来西亚养活一台车需要多少钱 走,带你了解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马来西亚的入税 在这里每一辆车呢 你都会看到这种贴纸 在我们的挡风玻璃前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入税了 这里会显示截止日期和价格 比如像这辆打工一号1.5 90码 少女杀手4亿 1.8 280码 EKAR TOYOTA HILUX 2.4 750码 这辆2.4的丰田保姆车 830码 毕兴3.0宝马X5 16码 4.6的路虎4200码 在这里呢 每一辆汽车上马路呢 都不需要买汽车保险 有分成三种 1号保 2号保 跟3号保 1号保呢 是去玩山的 就是保自己 也保别人 走,我们去打油 马来西亚的汽车都比较幸福 可以喝9795 97的呢 1.9码 95的呢 1.6码 还有呢 1.8码 普遍上马来西亚呢 有分成三种店 第一种品牌维修店 比如像宝马 分池啊 那些 第二种呢 就像这种 我们所谓的Daya店 基本上都会一条轮服务了 有包括换轮胎 打风啊 种种的服务 价格呢 也比较清明 第三个就是汽车维修厂 接下来我们来看汽车维修服务和价格 喂 小心一点啊 轮胎 来卖一次大概30码 Balancing一次大概10块码 通用的轮胎品牌有 Continator Bamlock Goodyear 呃 Yoko Hama Tanku 打风免费 在马来西亚 换黑油指的就是润滑油 如果要去火烂 用这个 如果要去德国用这个